上次講到張丹峰和譚台滅名南下迎接雲仲 在半路粉碎了額吉多想劫持雲仲的陰謀 這時雲仲很感激地對張丹峰說 昨晚真是幸運你是張兄 也想打我們一個下馬威 誰不知他偷計不到薛渣米 還被我們捉到雞腳 張丹峰微微笑笑 譚台驚明插嘴話 雲仲大人 昨晚你指揮若定 也立了很大的功勞 他堂大哥譚台滅名 看到這個心就想 原來這個妹釘喜歡雲仲 現在發風發得出面 看著他們兩個年輕人這麼煙韌 想起張丹峰情長失意 就好替少主人不抵 那雲仲正是輕盒盒 說話就零射多了 只要他又問張丹峰說了 咦 張兄啊 雲雷呢 他留在雅勒京城啊 張丹峰呆了一下 個身咚咚跳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好 你說和雲雷訂了煲嗎 又不完全是 因為雲雷不和他好並非本意 雲雷只是順從父親的意思 如果他父親態度改變的話 他也會跟著改變的 故此張丹峰就指好話了 哦 雲雷沒有來到 他回到我家探娘親 雲仲一聽 當堂起上眉梢 哎呀 探我娘親啊 不知道我娘還在不在生呢 唐台滅明這時就插嘴話了 哎呀 你娘還健在 聽說連零尊都在棋住了 雲大人 這次你們合家團圓 喜上加喜吧 什麼 連我父親都在人世 是不是真的 當然是真的 只不過 哦 譚台滅明講講一下 見到張丹峰就挖了他一眼 他立刻不敢多聲 那雲仲就慢著問他說 只不過什麼呀 譚台將軍 呃 只不過 只不過路途遙遠 他們不知道趕不趕得出來見你 哦 那到時我就算在雅立京城住多幾天 都要等到我們的家人出來就可以了 雲仲見到張丹峰這時 好像不太輕聲那樣 他的心就有點不喜歡了 他想 哼 當然了 我們雲家和他們張家 本來就是西手 他現在知道我父親還在生 又怎會開心才行呢 這個人本來都挺豪氣的 不過就是對這件事顯得小氣一點 這樣也好 張丹峰越小氣 那他和雲雷的事就越渺茫了 那其實自從張丹峰 譚台滅明昨下幫雲仲避過一場大難之後 他對張丹峰已經沒有這麼憎恨了 甚至乎可以說 他已經不當張丹峰是仇人了 只不過對兩家的仇恨 他是有些看不開 不想雲雷駕給張丹峰那樣 好了 再說他們粉碎了額吉多劫人的陰謀之後 一路上就再沒有什麼事了 走了十幾日 直至去到雅勒京城 雲仲在城門外邊看著京城裡頭 心中無限感嘆 想起自己小時候 曾經在雅勒度過最辛酸的歲月 現在貴為師臣 依敢重回 在陽眉吐氣的時候 想起自己三代人在雅勒的遭遇 忍不住就流出眼淚 也不知是歡喜還是悲傷 他看著看著的時候 忽然聽見 砰砰砰 三聲炮響 接著見到城門大開 一對雅勒官員出來迎接他 太先也先派人來迎接他 那些人不見鴨吉多的騎兵護送師臣 個個好奇怪 也先的人又怎會想到 鴨吉多和麻易贊早就做了俘虜 現在被雲仲混在一部蜜蜂的馬車裡頭 至於張丹峰和譚台滅明地 一聽見禮炮響 他們已經飛馬跑開 就先運到城門入城回家 再說太師也先 他在家身長頸 登大眼等著聽明朝侍臣 御劫的消息 誰不知 他怕去迎接侍臣的人回來說 明朝的侍臣帶了十八個徐蟲 和幾個女兵到了京城 他們各個人強馬壯衣甲鮮明 一點都不像預料中 他們受到襲擊 衣甲不存 馬皮人眷的樣子 也先聽聞就嚇了驚 他心想 嗯 鴨吉多和麻易贊武功超群 人又聰明 加上又有五百個騎兵 和沙托利一班牢牢幫忙 沒理由失手 好啊 不要聽啊 就算失了手 怎麼都有人逃回來說聲吧 啊 因為是一個人都不見回來 沒有聲沒有氣 怎麼會這樣呢 也先百思不得其解 那一刻啊 想到眼光光 整晚睡不著覺 第一早就急急派人去賓館請士臣來太師府相會了 那他是雅勒的太師 又自己委任自己做了這次以和的全權大臣 按照禮節 就算他不去請 雲仲都應該去拜訪也先的 那何況他又派人來請呢 於是雲仲就帶了四個隨從 和一部馬車就去拜訪也先 那也先那天一早就坐在中堂等候了 那等到將近五時啊 才有衛兵進來報告 說明朝司臣到了 還帶了一部馬車來的 也先就有點出奇了 他心想 那車是什麼來的呢 難道士臣帶整車禮物來送給我 那所謂物以稀為貴 如果整車這麼多的東西就不用方經貴了 那想到這裡 也先就叫人打開中堂的門 請士臣上堂相見 只見雲仲相貌軒昂 神態形重 淡淡定定地穿過兩行衛兵的刀槍劍擊 一步一步走進中堂 也先一見到他 當堂整個呆了 為什麼呢 因為雲仲的樣子 也先覺得好像以前見過那樣 他用心一想 哦 他想起另一個明朝司臣 就是那個被扣留在雅勒木馬荒陽二十年的雲政 他那種不屈不留 傲然挺立的樣子 和面前這個年輕人是簡直一模一樣的 那再講雲仲入了中堂和雅仙相見之後 就將中國皇帝的禮物送給雅仙 那這些禮物呢 例派都是些什麼肉如意啊 看白玉之類的東西了 雖然這些東西呢 也很矜貴 這也不算是特別的奇珍異寶 那雲仲用這些東西送給雅仙 就顯得不卑不亢 很適合大國士臣的身份 那大家坐落之後 雅仙就請教雲仲姓名 聽說士臣又是姓雲的 雅仙當堂打了個凸 不過他老於世故 立刻就皮笑肉不笑地對雲仲說 啊 哈哈哈哈 啊真是巧了 三十年前 明朝來的士臣又是姓雲的 哈哈哈哈 真是巧 那雲仲就說了 呵呵 太師呀 還有些更加巧的 三十年前 是爺爺出事 三十年後 是爺爺的孫出事 請教太師 那也算是佳話吧 哈哈哈哈 那所謂聽話聽聲 羅鼓聽音 雲仲一出口 哦 也先先知道 原來這就是雲情的孫 雲仲 看來這個雲仲 又是一塊豬骨頭 不容易照 於是他就急忙答話了 哈哈哈哈 真是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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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話 佳話 那由於他就預料不到雲仲 有一段這樣的經歷 他顯得有點驚慌失措 雲仲就不理他那麼多 馬上接著又問了 太師 我這次出事 事先已經學定怎樣仰馬放羊 必要的時候 我就算留在貴國放羊 木馬也不要緊 也先就回答他說 呃 哈哈 哎呀 雲大人真是好開玩笑 哈哈哈哈 啊 雲大人這次出事 閉閣有失遠刑 老夫在此告罪 雲大人遠攝關山 一路辛苦了 哈哈哈哈 那他這麼說 一來想扭轉話題 二來想借頭卸路 想試探雲仲 伴佬有沒有出過事 那樣的 他一隔著這條尾雲 還知道他屎屎屎屎屎 於是就說了 呵呵 太師 我遠攝關山 一路都沒什麼事 不過一踏入貴國 角境沒多遠 就偶然撞到幾個賊仔 那樣而已 雲仲一聽就嚇了一跳 不過馬上想到了 那如果是幾個賊仔 就不會是額吉多地了 因為額吉多又有五百人馬 想到這事 他就故意問了 啊 原來雲大人撞到賊仔 呵呵 那你記不記得在哪個地方撞到的 總而言之在哪個地方出事 我就撤職查辦那裡的地方官 哼 太師 不用了 反正我又沒什麼吃虧 太師 現在我私人還有一些小小禮物 要送給你 不誠敬意 啊 哎呀 雲大人 用不著這麼客氣啊 哈哈 用不著送東西給我啊 太師如果不見外的 那我就叫徐松在馬車裡搬些禮物上來的啦 也師的心想 嗯 我猜得對啦 原來馬車裡真的裝著禮物送給我的 哎呀 那些這麼粗重的禮物 都不方經貴親的啦 不過這個時候他又想到啊 那些禮物雖然不值錢而已 那到底都是中國士臣的禮物 自己正是閉嘴著不知怎麼向這個士臣埋手的 啊 誰不知這個士臣反而對自己表示敬意啊 他當堂開心得死死下啦 就叫人們快點讓開路 等雲眾的徐松抬他的禮物上中堂啊 只見雲眾四個徐松 托著兩個麻包袋 嘻哈嘻哈 嘻哈 一直走進來 也師的心想 嘻哈 嘻哈 這個魂士臣真是孤寒獨叔啦 拿兩個麻包袋中國土產 今天就當送禮給我的了 不想到這事 見到這四個徐松走到太師面前 匹匹就丟下那兩個麻包袋到地上 哎呀 怪啦 突然麻包袋裡頭有人鬼殺地吵 哎呀 好痛啊 好痛啊 哎呀 那個四個徐松就解開代口啦 馬上便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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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一個就打大赤裏的背部印了一個賊字 各位不用我多說 段故大家都知道這兩個人 就被雲仲俘虜的額吉多和麻翼讚 這兩個人被壓進麻袋裡頭已經壓了幾天 捕到頭暈老丈 現在突然間見到這麼光猛的就連續跳起來 咦?他們第一眼就見到雅仙 他們以為是自己人來解救 喘起到發狂的就猛叫太師太師 這時候只見雲仲就說了 哈哈哈哈 小小禮物不成敬意請太師少納 雅仙開頭一見到額吉多地也嚇了跳 不過他無論如何都算是一代奸雄 眼睛滾了兩滾 就若目鼓都是什麼回事 只要他就馬上嚇口嚇臉就說了 嗯? 壓得多? 麻翼讚? 你這兩個壞人原來膽敢冒犯天朝使者 來人 拉下去打三百大板 打完就拉進天爐 等候本太師發落 壓得多麻翼讚兩個爛頭瓶 發夢都想不到太師會突然翻臉 嚇到雲飛拍散 跪在地上就叫生叫死 誰都不肯走 結果被他們的拍檔又渴三渴四 又推又推 就強行拉進後堂 這時候雲仲就單單打打地說了 哈哈哈哈 太師日理萬機 小心保重 千萬別被這兩個爛頭刺激傷 也算是又醜又生氣 鼓得臉都紅了 哼哼 這兩個壞人真是丟了惡架 哼 我一定要寵罰 一定要寵罰 雲仲這時候聲不出 看著雅仲好像演戲一樣 不過也看出雅仲越講越心虛 當然了 因為額吉多 麻翼讚在他手下 是武功最強的衛士 還帶了五百騎兵 又有沙韜協助 誰知被雲仲十八個人解決了 還活捉了兩個頭 你們說雅仲有什麼發展不深寒 雲仲見到雅仲這樣 心就想了 哼哼 看來今天不要再激他 免他老修成怒 反面更壞 想到這樣他就說了 太師 所謂一督老鼠屎 就搞壞一鍋湯 現在既然知道誰是壞人 懲罰了他就算了 太師也不用耿耿於懷 但是我們還是商談和約仙 那雲仲就給了台街的雅仙 下雅仙這陣子 這樣才鬆翻臉 他說 嘿嘿嘿嘿 雲大人高見 高見 那雲仲跟著就拿了一本東西出來遞給雅仙 太師 這本是我們的和約草案 請太師過目 也先過來打開略略看看 那這些和約的主要內容 都是很簡單的 無非是國保姜土 平等相待 永遠雙方不再動乾哥之類的東西 那附帶條件 就是必須立即放回奇鎮皇帝回中國 也先看完明朝議定的和約之後 想來想去很久都不想出聲 為什麼呢 嘿嘿 原來本來他自己 又另外定了一份草案的 他那份草案 是像以前宋朝和遼金兩國定的和約為南本的 要明朝國軍居於小輩 和雅勒帝結為宿宅之國 明朝每年要向雅勒繳立三百萬兩銀 五萬筆籌段 總之那份草案 條途是想佔中國的便宜就是了 那他派了額吉多去劫人 就費盡心機 原先準備要將明朝的士臣掌握在自己手中 到時談判的時候就好談很多了 唉 誰不知弄巧反絕 反而被明朝的士臣捉到他的痛腳 明替了他的眼眉 搞到他好像整隻鬥輸的老生雞 那樣 摔頭摔尾就不敢再惡 這陣子 故此他自己定好的那份和約 和約一直放在袋裡不敢拿出來 這陣子只見雲仲就說了 太師啊 我們中國是禮儀之邦 現在有心想和貴國結為兄弟之國 以往的事就一概不夠了 這份和約提出的條件 我們大家都不會吃虧的 如果太師三心兩意 以為中國好欺負的話 那我們邊關也有十萬紅兵 完全可以和太師周旋一下 那雲仲這番說話說得有油有光 極為得體 也先上次侵入中國 雖然在土木堡大獲全盛 俘虜了明朝皇帝 不過跟著就在北京打了一場敗仗 被趕出硬門關外 說起這場戰爭就互有勝負 誰都不能以戰勝國自居 況且現在明朝提出的和約也很公平 也先開頭已經被雲仲打了下馬威 他現在的心就想了 唉 這個士臣真是很難對付 比起當年他爺爺還要厲害 看來再拖下去自己也沒什麼好處 何況自己還要提防阿勒王爺的內部騷擾 想到這樣 也先就最好初步接受了明朝提出的和約 他約定雲仲 在阿勒國王看完這份和約之後 大家再約定時間商談 後來和談就很順利 十天而已 雙方同意簽字 他們還說定 在和約簽定之後的第二天 明朝師臣就可以接他們的太上皇回國 在這段和談的期間 避夫的皇帝奇鎮已經遷出牢房 安靜在雅立皇宮住了 在這段時間裡 張丹峰也曾派人送信給雲仲 邀請他去家裡坐下 雲仲記住西壽 雖然對張丹峰沒什麼敵意 也不想去坐 張丹峰也沒有來探過他 不經不覺就到了明朝師臣 離開雅立的前夕 這晚雲仲非常興奮 他在賓館度度來度去睡不著覺 也很巧 在另一個地方 也有兩個人興奮非常睡不著覺 這兩個人就是張丹峰和他父親張中洲 不過他們兩父子的心情各有不同 張中洲興奮之中帶有淒涼 這時候他在花園裡和張丹峰在聊天 這幾天張中洲好像一棵枯了的樹一樣 春風雖然已經吹忽大地 這棵枯樹沒有一枝新芽 沒有一塊綠葉 他經常困著自己在書房裡 連兒子都不想來 突然間這麼反常 就搞到家裡的人 每個人都很擔心 張丹峰本來想去拜會一下雲仲 不過為了父親 他也不敢離開家 這一晚 張中洲忽然叫張丹峰來 現在他們兩父子在花園裡慢慢散步 走了很久他們都沒有出聲 眼看著明月已上中天 將近半夜了 張中洲才說 丹峰呀 聽說雅勒和明朝已經簽了和約 明朝侍臣明天就走了 那麼多天來 張中洲是第一次問起明朝的侍臣 各位 如果張中洲知道明朝的侍臣是雲仲之後 你猜他會怎麼做呢 明天再說了 請問在這下